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贸易的一些发展的买盘可能都在等 当然量说的格局 第一个指数的一个空间 我们之前聊到应该并不大 不过配合着近期外资的动作 已经不再这么看空了 原始上我还是认为在结算的行情之前 第一档应该有成 大概以10500点作为一个初步的观察 那如果以个股来看的话 其实轮动的表现的点火的一个方向 是比较分散一点 但是当中我觉得 还是可以挖出一个趋势方向 第一个如果以暑期望记来看 当然像是食品 饮料 游戏 还是目前的热门标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以游戏股来看 今天一档跌幅比较深的传奇 因为它在5月份的部分 这个EPS公布出来这样是衰退的 那最大原因再来是说 它的研发的费用相关来说比较高 因为还有一些行销的费用 当然我觉得这是以个别公司来看 因为像是星象网融 因为本身的营运 应该都有一定在轨道当中 甚至网融在上次法说也谈到 今年的研发费用 甚至行销成本是下降许多 因为它是把过去知名的游戏 翻译到手游上 所以它所需要的广告的费用 甚至研发的费用 自然降低不少 所以我觉得应该个别来看 那如果说以IC设计 近期来说应该算是有各有利基 第一个联发科 昨天虽然做回测 不过我在昨天连线特别谈到 毕竟在5G的首款晶片 这个SoC的系统单晶片 明年有机会是率先全球 第一颗的单晶片 在明年第一季温室 所以说在相关5G的布局站 可以看得出来是相当的积极 而且也追赶在高通这个伯仲之间 再来在自驾车 甚至是车用毫米波雷达的部分 也跟这个德国的Candernato 甚至Bosch合作 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布局上 就是我们过去聊到的 从5G到A6晶片 到车用晶片的部分 目前联发科看得出来 其实法人都是给予比较正面性的平等 所以在昨天的黑K回测月线之后 今天再度转强 那3227的原项 因为在Switch在下半年 也有新的这个应该是 大小不同的这个Switch的主机会推出 这个拉货的效应 其实反应不仅在原项身上 在望宏在今天都有所反应 当然原项除了吃到Switch的订单之外 在蓝牙耳机的部分 这也是它很重要的一个 消费性产品的成长 最快速的一环 也是法人也看好的 因为原项前5月的营收 说真的表现不好 还是年减的双位数 但是这一波股价这么强 有点反应在未来的部分 就是刚刚谈到 一些消费性产品的接单 会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好 再来在这个驱动IC的部分 我们过去聊到8K产业的话 就是宏家军的4961的天域作为指标 因为过去本来就是跟夏普 有紧密的合作 就是要朝8K的产业去做发展 那预估在明年整个8K的一个 算是8K元年 因为冬奥的一个8K画质的直播 对于相关的电视甚至荧幕 它会有一个升级的一个态换潮 加上在这一次这个鸿海集团 召开的这个法说会当中 就是由这个刘洋伟所主导 那刘洋伟过去就是主导这个鸿海 赤集团半导体的部分 所以驱动IC的天域也是过去 被视为它这个主力部队之一 所以大概虽然今天整体的成交量 说真的是比较低迷 不过个别股来看我认为还是有部分的一些产业个股 还是有去反映它自有利多的一个去做一个一定的发销 OK 还有包括这个宏家军那个政达一直在画面跳出来 对没有错 所以其实宏家军的部分我觉得当然撇除政治不谈 不过近期的这个随着鸿海的股价在今天是挑战年线 当然今天做拉股 不过这个是技术面上常遇到的 在年线之下整理很久的个股 去触碰年线多半会先震荡 所以以鸿海来讲这个WD还是确认之下 原则上我们认为外资也转买了 拉回再上甚至宏家军的个股 也有机会同步被鸿海带动上来 OK 也非常谢谢玉堂先生 跟大家所做的一个扫描时间